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是5月7日星期六 明天就是特首選舉 昨天李家超在造勢大會曬出來 有些東西要拿出來見人 之前你可能把東西收起來 我們在量度一些政綱等等 但到明天就是選舉 選舉就是選中 到昨天就一定要曬出來 因為那些政綱都再不拿出來 那就不行 搞不定就再不拿出來 但昨天拿出來的政綱 我們首先不說內容 我們不說內容 就已經昨天很多各大的報章、傳媒、YouTuber 都是爭拗著那個 我們現在不是爭拗那個英文文法的問題 甚至我們現在是爭拗那個中文文法的問題 我想這個大家都會很震驚 因為為什麼呢 根據之前我們大概在網上查過 李家超就是這個華人仔 即是他華人就讀到這個中七 學歷問題方面 李家超就是參選特首的時候曾經回應過 他說他自己是擁有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碩士學位 碩士現在的學歷高過我很多 是透過當年警隊和澳洲查爾斯特大學舉辦的計劃而取得 即是說他無論是中文和英文來講 應該都達到這個國際級的水平 因為你是碩士來的 但是昨天那個政綱的封面 很多人都不明白 很多人都不明白 那麼We and us a new charter 那麼這個就是英文了 那麼中文呢 就我和我們同開新編 那麼無論 即是我想很多傳媒呢 就集中在那個英文上 其實你看回那個中文呢 我們都不明白的 你看那個中文都不明白的 即是他今早出貼解釋就說 我們無需要跟英文主詞和授詞不同 那麼我們應該用回我們中文的解釋 這個解釋我們又受不受呢 我們看回之前那句已經害怕了 因為就說mother secondary school 即是他想表達他的母校 其實香港人有一個 我以前都被之前的老師罵過很多很多 香港人講的英文是駕藏碟屋的 你如果想講我的母校 應該說my secondary school 如果你想講mother secondary school 就真是你媽媽那間中學 即是真是你媽媽那間中學 就叫mother secondary school 你如果想講我的母校 就是my secondary school 這個最簡單的 因為我都有差不多接近十年時間 在英國公司 都叫做講得多的 還有我自己本身是看 即我現在通常都是看外國的電影 那我不用看字幕 其實我都不用看字幕 還有看文章 有一半的古評 我都是看英文的 所以都叫做理解到 即不敢說自己英文很好 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如果你用英文 為什麼你要用英文呢 你用英文就是想外國人明白 因為香港人或中國人是看中文的 你想外國人明白 就應該是用外國的文化 對嗎 這個之前已經有人罵過 你想他明白 你告訴我你不用講英文的 因為我懂中文 我懂廣東話 你說we and us 這個對不對 很明顯就是 鬼佬是不明白的 因為we就代表us 即是我 其實他想講的意思應該是 we start a new chapter 是吧 即如果你想講 即比較stress on 那個強調的凝聚力 就應該講 together we start a new chapter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 好 那個問題就說 這一篇螢光幕大家見到 這個01都講錯 不是說個我字去了哪裡 是個開字去了哪裡 因為你說的 我和我們同開新篇 你看看那個英文譯法 we and us a new chapter together 根本都講不通 文化上面 都不知你說什麼 即是我跟著一個 一起一個新篇 即是怎樣 其實簡單講句 他就說中文都不是很明你說什麼 應該就是我們同開新篇 他想這樣講 對不對 那你就寫我們同開新篇 為什麼用我和我們呢 即是強調性在哪裡 就是個我字 即是我是中心 我帶著你們一起同開新篇 因為我是特首 好嗎 是不是 那在外國人 即是香港這個國際社會 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應該是以個市民為主的 所以正常就是我們同開新篇 這樣就對了 那如果英文呢 就最簡單 together we start a new chapter 搞定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問題就是為何會出現現在 即是坦白講句 你這些呢 他那些文膽呢 譬如說譚志願 黃元山那些 不要講 黃元山那些基本上 就是浸鹹水浸大的 你做Ibanker 對不對 那你其他那些 即是所有那幫文膽 那些呢 理論上來講 是沒有人不知道的 應該 那麼明顯 就煽到你 等你出醜 你現在見到林鄭在家 笑到 即是我想笑到彎腰了 基本上 即這個問題是 不是你 不是你英文 那個鬼佬不明白 那個鬼佬不明白 就算了 我是中國人 你當我讀得輸少 我真是不明白了 我真是不明白了 我和我們同開新篇 那為何會這樣呢 是吧 我們同開新篇 是吧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即是你說 那些支持他那些 即是總商會 或者是一些關於商界的人 那你真是另頭的 大佬 大佬怎麼搞 即是不要說你去外國 你基本上 你和國內溝通都有問題 其實 我再強調一次 我真的沒有聽過他講 即是一篇比較長的英文 我也都沒有聽過他講 一篇比較長的普通話 他真是笨人趨勢安 那你就真是腹直了 那你見到一件事 就是那個communication 即是他只能夠用廣東話 你不要叫他寫字 你不要叫他成 是不知道 即是他的expression 那個表達 是未必做得到的 那麼問題就是 現在你看到這一班 已經是他的那些文膽智囊 那你會問 那跟著那些司局長 那些行會成員是甚麼人呢 那有些甚麼超強的左右手去幫他做呢 如果計算我們以前 我們之前分析過 他不是一些財金的官員來的 他不會認識那些人的 他認識那些人是甚麼呢 就是之前一起 他七七年加入警隊 他打了十年 他七七年加入警隊 那他認識那些中間 就是全部 我們叫做 那些叫甚麼 之前在警隊裏面的同事 或者同袍 譬如之後去了懲教署 之後可能去了另一個部門 或者退休那些 那那班人呢 就是將來行會 行會或者是之前 所有司長的骨架 除了 除了一件事 除了阿爺 我要擺這個人做之外 那班人都是 那問題就是說 物以類罪 那班人都是這樣 其實 所以你看到那些總商會 其實是暗裏令頭的 不是暗裏著迷 是暗裏令頭 喂 大佬不是吧 嚇叫 嚇叫死了 現在不是英文的問題 英文你可以找人寫 找人代筆 但是這個是中文來的 是吧 那你東西東西都我和我門 那不能搞 我和我門 我和我門 那你怎麼搞呢 是吧 我想習主席看他就好 真的 那你寫一個報告性 那怎麼搞呢 其實坦白說 是你擺位的問題 你叫他拿槍就行 你叫他去槍房 找支點三八 他就 厲害到飛天都行 但是問題 你叫他去 他沒有墨水 大佬 那你那些文膽就撞過去 那些文膽做甚麼 喂 這一個title是不能播出的 我告訴你 這些不能播出的 這些最基本 就是我剛剛今早聽完 就是拜登就說 叫大家支持那個方案 這個美國要過那個半導體 新的那個標 喂 大佬 你看到別人那些最基本 你的文法 你文法講出來寫出來 你都要過到先 雖然他都用一句 get the damn pill pass 即是說 快點過了就算了 這樣 但是問題是 他整個文法 是別人明白你說甚麼 現在我都不明白他說甚麼 是吧 我和我門 那個人已經硬了 你已經是 是吧 就是問題是這裡 我想 就是 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會問問的 其實 就是新一屆這個政府 很快 5月8日 就是明天 應該他就是下一任的新特首 那就大家在今早早上 你應該會看到 在各大小的地鐵站 就多了這個POPO的巡邏 大家見到今早早上 在這個上水站 元朗站 我們都見到 我想在偏遠一點的地方 就一兩個 就是行馬必這樣 但是你說如果在這個灣仔 或者中環那些位 應該就多了 所以大家出街的時候 大家要眼觀四方 耳聽百面 如果你沒有戴口罩 戴了半個口罩 有時你穿那些衣服 就潮一點 或者穿那些黑衣 大家看著扮 那些POPO出來 也有可能會抄牌 大家最緊要跟足那個 香港法律就可以了 好嗎 好 那就歡迎大家 我自己的英文和中文 都是有限公司 歡迎大家留言指正 大家都討論一下我們 大家香港是自由討論的 討論一下中文文法 和英文文法的問題 我想會不會帶起一個 語言的熱潮 可能會 帶起一個語文的熱潮 也不出奇 大家積極留言 好嗎 今天是星期六 祝大家星期六愉快 下一集再見 拜拜